中山路口在下午发生了连环车祸 一台轿车是直接撞上了三台机车和一辆轿车 造成六个人受伤 透过路口的监视器影像可以看到轿车刚刚开下滑中桥 一是车速太快 刹车不急 结果撞上三台平等红灯的机车以及一辆轿车 现场是撞成了一团 总共有六名伤者索性就医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